哈囉 大家好 我是Zin安妮 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打上坡球位的短切 那之前有講到的就是上坡的鐵桿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相近 就是當你站上去的時候 你的身體應該是要跟著斜坡站 那我常常看到很多球 他們在上坡的時候 他們的重心會擺偏太右腳 因為這樣的坡 他們常常太右腳 那當你擺太右腳的時候 你在下竿的時候 你常常很容易重心不穩 你重心不穩的時候 就好像很容易會打到後面 所以第一個我們擺上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是要感覺 下半身比較穩定一點 那其實你可以 多一點點的力量在左腳也沒有關係 但是你的 你上竿 你的肩膀 你的坡度 應該是要照著這個坡走的 如果你只是要打出一個 跟這個坡 一樣高的那個球的話 因為像這樣它的坡其實 它這樣蠻輕力 所以球其實會打很高 除非你要打很低的球 你才要站 重心偏左一點點 然後不用這麼的斜 但是如果你要依照這樣的坡 打出它的高度的時候 你就照著它的坡在 它感覺你的下半身更穩定一點點 然後桌腳的重心多 多大概百分之四 然後 一樣重心穩 然後看著你的方向 那當你打上坡的時候 球就會比較高 所以下來的時候 相對就會比較挺 那我常常看到很多球 在上坡的時候 它會想要用力 它其實上坡越輕鬆打 它的球打得越高 所以有點像這樣的感覺 下次我會告訴大家 上下坡球位的短切 下集見喔 掰掰